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讲解色彩范围的使用方法 色彩范围可以用来获取特定颜色的这样的一部分的选区 而且它不仅可以获取某一种颜色,还可以同时获取多种颜色的选区 执行选择色彩范围命令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弹出这样的一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中最顶部是所选择的一个列表 单击下来列表其中可以看到有多种可以可供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但是我们实际在操作的过程中经常是需要手动进行设计颜色的 比如说现在选择方式为取样颜色 然后我们可以在背景中单击 随着背景中单击我们可以看到底部有这样的一个黑白图 那么这个黑白图显示的就是我们当前选择的一个范围 白色的范围为选区以内,黑色范围为选区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粉色部分都会被选中 但是还残留有一些没有被选中的 那么这时我们可以使用添加到选区这个吸管 添加到取样 然后在这个背景中单击 可以在这个黑白图中单击 也可以在画面中单击 这个都可以 好,单击选中完毕后 我们可以单击确定按钮 就可以得到这个粉色部分的选区了 好,今天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